中心新村 位于台北市北投区 是台北市里少数完整保存的眷村 温泉汉军医院 与这座眷村也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我们中心新村的特色就是温泉 每一个眷村都会有公共澡堂跟公共厕所 可是来到了中心新村以后 公共澡堂就变成了温泉澡堂 所以我们就比较幸运的是 我们的公共澡堂洗的是温泉 这个澡堂就两个嘛 一样的吗 一样的 这个没一种 这个上面不是有一个医院吗 我说我还是一个人啊 居在医院里 到十几年了 我医院里有保镖 这个医院日本人盖的 就民国三十五年 日本官府由国民政府开始接收 接收以后重新建制 台湾的陆军第一种医院啊 后来就要做八零一种医院 八零一种医院有两个地方 一个在北投一个在河平东 后来变成三军种医院 八零一种医院的人全部归建 那从基隆医院调过来 民国四十几年那时候军医院 所以还有钢烧 这两边是钢烧 祖籍为中国江苏的顾黄生 十五岁加入中央救国军 历经抗战和部队一起来到台湾 先后在高雄 小南门和北投养病 当顾黄生在北投休养 所属部队被派往前线和共军作战 却没有人能活着回来 独自一人留在台湾 一眨眼就是七十多年 这个地方 一旦这里差点了 我跟下 我这里跟下 沙拉 这边是二了 这个你靠里面的话没通 现在问我 你要不要回去 我这我不会 下面有人了 这孩子也死个了 我回去 这个他们怎么办 如果说我们要来讲中兴兴村跟其他眷村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北投跟这个温泉 几乎是划上一个等号 当时候很多的在医院工作的医疗工作人员 以及在这边接受治疗的一些人员 他们到最后也留在这边 在医院里工作 也留在这边这个居住 这大致上就是眷村形成的一个开始 那我们的中兴兴村呢 也是全台唯一有一个公共浴池的这个温泉眷村 另外的话 他的一个特点是 他的部队 就是他的单位呢 就是只有一强资格 前日军卫戍医院北投分院 在1998年被公告为市定古籍 而一旁的中兴兴村里 三种不同时期的防射 也成为北投重要的历史现场 他的防射总共有三种样式 第一种是日本留下来的眷色 就是日仪眷色 第二个就是国军 就是来台湾以后 用复联会的名义 兴建了这个复联会的这个眷色 那第三个就是自地自建这样 这一栋就是日仪眷色 那我们留下这一栋完整的修复 原因是因为 他的左前方还有一个自己挖的游泳池 那我们觉得他的生活品质很好 而且他自己有一个阶梯往下 直接对外面的这个马路 然后后面这边就对这个眷村里面 那早期他的周边全部都增建了 密密麻麻 你看像看这个地板的痕迹就知道了 以后我们这地板痕迹希望能够留下来 让他知道说早期其实增建很多的 可是我把旁边增建的东西全部都拆掉了 我就希望他能够回复到原来日治时期的这个样子 让人家知道说原来日仪的眷色是长这样的 我是张玉文 今年58岁 在这里出生的 所以我住在军村里面五十几年 我们之前住的房子是日本人移交过来的 增建了34次才有到现在规模 系列五坪就是一个日本人接收的房子 隔成四户 这里的眷村日本人留下的房子都会分配给好几户 为什么 因为最早接收的 最早接收的 临时居住 隔一下 因为工作关系 你没地方住 隔一下分配给你 除了日仪眷设约24户 1963年复联会新建七栋木造石棉瓦眷设 共分配了18户 为中心新村带来了第二种建筑类型 像左边这一户的话 这个我们屋顶上是做水泥瓦 然后墙壁因为损化都很严重 所以也重做了这个墙面 这个地方的房子其实就是复联会当时捐赠的房子 那虽然是民国时期 可是当时的工匠还是采用的是这个主编 加尼强的这个方式 复联会那时候盖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考虑到那些眷属要用嘛 虽然空间不是那么大 可是它有一个比较标准化的系统 那尤其很重要的就是化分子 因为那个时候每年时代呢 会有一些美国的那些援助嘛 所以有一些科技建筑技术 尤其是公共工程 公共卫生的东西都会被带进来 所以复联会也其实也扮演了一个 媒介的角色 随着时间演变 眷户第二代逐渐成长 为了满足居住需求 衍生出第三种自地自建的房舍类型 造就了中兴新村 拥有日仪、复联会与自地自建建设设 三种建筑类型的现况 而在这些房舍之中 中兴新村的原有眷户 共计79户 为国防部列管之中小型眷村 这地方就很好玩 我们又进来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你看哦 因为是自地自建的 所以他可能找来的将士 又是那个闽南的将士 所以你远远看那个房子 那房子是养和娃 那就是闽南市的屋子 这个北投中兴新村 它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真的有很多工坊 所以说保留了日志时期的房子 保留复联会的房子 我们要保留那种自地自建的 还有铁皮屋的这些房子 那我们会希望说以后的人 他就看哦 原来以前这个北投中兴新村 就是长这样 1993年 中兴新村自治会会长张玉文 开启了长达20年的保存运动 透过各种管道呼吁保存中兴新村 而依据2002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委托专业团队评比结果 显示中兴新村是继四四南村后 最具保存价值的卷层 因为这个卷层从民国68年 第一波要改建 到全台湾最后一个改军卷层 在这个过程中 改建其实是层民最重要的事物 我蛮佩服他们 他们开始倡议要保存 1993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保存运动 因为涉及到各个不同阶层 不同世代 不同年龄层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一直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共识 一定要建构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文化局出了很多的力量 那除了文化局以外 我觉得这个他们有理事会 或叫做什么居民组织 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经过策会 还有景雅齐建筑师 很多人的努力 把他的格局原样的保存下来 然后破坏他的氛围 经过民间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2010年中兴新村 依文资法登陆聚落建筑群 并于2012年 核定为全国13个眷村文化园区的 其中之一 在确认保存后 如何将中兴新村的特色 妥善保存与活化再利用 成为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这一边是那个 整个村子里面的公共澡堂 以前大家都还没有 自己的浴室的时候 他们就要在这边洗澡 以后我们修复这里的话 就可以给游客做泡汤的体验 或者是洗手的这些体验这样 那澡堂里面 我就希望说 尽可能的把它的门窗修复 然后整个浴缸的这个造型 都能够维持原来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会希望把它整理干净 然后像这个屋顶是重做了嘛 可是这个浴缸的这些部分就留着 然后有些断裂的这个花钢眼 用它原来的材质把它做回去 保存一个环境并不是要它变成完全新的 他们很重要是要保存说 那个年代在很克难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这个眷村跟一般的像国防部啦 那种眷村是不一样的 他们都是军医的后代 我相信他们的生活啦 价值观啦 跟一般的以作战为主的眷村保存 应该会有不太一样的那种 内涵在这里面 在大学之前我完全不知道 我住的地方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 我住的地方叫眷村 经过了这些调查之后 我才知道说我爷爷15岁的时候 就当兵离家 他是在军中里面做政战宽 在部队里面去吸收党员之外 要做保密防碟的工作 要去抓谁是共匪 部队里面是禁止 攜带收音机 短波收音机 但是他也破例了 原因是因为有一天 有一个同事跟他讲说 他昨天听那个收音机 听到有一个老妈妈的声音 在喊你的名字 对我爷爷来讲是晴天霹雳的 你不跟我讲都没事 你一跟我讲就崩溃 然后据我爸讲呢 我爷爷每一天都躲在被子里面听 他也不知道听什么 可是就一直哭 那这一件事情呢 影响我爸也是影响非常大 就是他很深刻地感受到了 所谓的战争跟和平之后的 牺牲也好或是代价也好的 这一些亲身经历 对中兴新村的眷户而言 这片土地的意义并不仅止于历史价值 虽然是以疗养伤兵为主要任务的单位眷村 但战争仍在眷村居民心中 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 中兴新村第一期修复工程 已在2018年完工 除了空间被修复外 眷村过往珍贵的生活记忆 也有机会在修复后的空间内再现 第一期修复完成后 2021年台北市文化基金会 开始经营管理中兴新村 市政府现在推吴维强博物馆 以北朝来讲 中兴新村加上卫序医院 基本上就是北朝这个吴维强博物馆里面 很特异的一块 怎么说呢 因为下面的保存有温泉博物馆 有这个北朝图书馆 然后北朝公园 那边会比较像观光 比较像商业的休闲 那这一块就完全非常宁静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建议说 有没有可能有几栋房子 未来也可以open 给年轻的人 给艺术家或者是说想来 做短暂疗养的人 他可以住进来 全区的旅运的规划 目前大概我们会分三个区域 核心的区域的话 会由我们台北市文化基金会 我们自己来自营 那这个区域除了旅服中心之外 然后有展示的空间 我们希望就是说有一些刚起步的 然后年轻的 活力能够进来 以地方创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注入这个卷宿文化 保存的这样的工作 那另外我们也保留了 艺术家住村的空间 不只是台湾艺术家 我们甚至对国际来做增见 让这个艺术家 不管他们是从视觉艺术 或是比较艺术各种的 来探究中心新村的 相关的一些文史 和这个社区的一个连结 中心新村的修复在利用 保存的不只是眷村的建筑物 更是延续了中心新村 与众不同的文化 串联了周边的自然与人文 就像是北投温泉水的温暖和长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